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两者都富含不饱和脂肪 不想吃太多饭时 也可以当作主餐 美式日本料理最经典的菜色 非加州卷莫属 做法跟一般寿司相反 将原先包在米饭外的海苔 藏在内层 包进芦笋跟松叶蟹 再用喷枪火烤笔木鱼 炙烧过后的齐鞭肉 让不太敢生吃的美国人 接受度变高 老美他们比较不偏爱生的鱼皮 他们觉得这个吃起来很奇怪 比如说像软壳蟹 炸虾这一类之间 像起司之类之间 他们就把它融合 然后以花寿司为底 去把它改造成所谓的加州寿司 说到加州卷的由来 其实是1970年代 第一代日本移民 在北美开了正宗日本餐厅 但太原味 老美吃了会怕 经过改良 日本料理灌上了美式二字 华丽感跟丰富度都升级 老板Aaron曾在德州求学 其间也在亲戚开的美式日本料理店打工 回到台湾后想在家乡 推广西岸美食文化 一开始却碰壁 认为他卖的不就是创意菜吗 台湾比较长一辈的 他们对美式加州寿司 比较没有概念 他们就会觉得说 这个吃起来怎么味道这么重 不像一开原始的日本料理比较清爽 其实美国的加州卷 他们就是比较tasty 他们比较多sauce 五年前选在天母开店 就是看准这里外国人多 但实际运作才发现 老外在近年已被打散到各区 不再集中于此 但Aaron还是看好美食市场 毕竟台湾人喜欢尝鲜 对异国料理接受度高 未来目标是再开一间餐厅 继续用美食大熔炉 带来文化冲击 参加者 page 优优独播剧